昨天晚上带小孩看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第20条》 看完之后非常的震撼,久久不能平静 电影里面很多台词都让人振聋发聩 比如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 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 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有代价 但是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检察官韩明说的那句 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 很多人都对这部影片进行了评论 这里我主要讲两点 一个是正当防卫 一个是公平正义 这也是电影里面两个最核心的点 内容有点长,也比较骚扰 但是应该跟你看过的大部分热点内容都不太一样 希望你耐心看完 整部影片的主题其实是讲正当防卫的 当然怎么算正当防卫 这个是法律的问题,我并不太熟悉 但是这里大家很容易忽视一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防卫具有正当性 一个行为具有正当性 他的正当性条件和理由是什么 其实防卫的正当性问题有很深刻的哲学基础 康德和黑格尔等很多法学家和哲学家都探讨过这个话题 康德和黑格尔对正当防卫的论证有所不同 但是他们都不是从类似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倾向 或者以牙还牙的对等惩罚来讨论的 而是从抽象的人格自由权利的方面来论述的 康德认为当一个人的人格和自由受到了侵害 由此就产生了正当防卫的权利 正当防卫权利的意义在于保护人格间相互承认的权利关系 康德认为正当防卫不是一种特殊权利 而是一种形式 在这种形式中特定的在既定情况下被侵害者的权利就会被激活 如果这种权利被废除了 人就再也没有独立的权利 其实康德关于防卫正当性的观点和他的正义观是一致的 康德认为正义的原则是根据一条普遍的法则 以应该以这种法则的方式外在的行为 及你的意志的自由的行为 应该能够与其他人的正义的自由相并存 在康德看来 正义不同于一般的个人道德 而是一种社会伦理 正义的原则在于调节和规范 不同人的外在的自由的关系 并且让他们的自由行为能够与他人相并存 康德是从人格自由和权利的角度来论述了防卫的正当性 在康德这里 正当防卫的权利是为了保障消极自由的工具 是一种拒绝和被动的权利 而黑格尔刑法学派重要的代表黑尔叙纳 把正当防卫称之为人格性的基本权利 仍原始的并且总是享有的权利 这种观点显然比康德的观点更为激进 他指出在国家内部 私人的权利不是单纯的作为对他人意志无权利的要求 也包括与不法对立的行动和主张 在电影里面 韩明说 法不应该向不法让步 其实更准确的说 权利不应该向不法让步 总之 正当防卫是一种权利 这种权利是建立在人格独立性基础上的 而人格独立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公平和正义 当然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公平和正义是不同的 公平更关注客观上的平等 对等 公正 更追求的是合理性 也就是合乎理性 而正义实际上是以公平为基础的 它有更高的要求 正义兼具了理性和道德性 或者说正义兼具了合理性和正当性 公平和正义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但是这里我们简单把它们等同 那什么是正义呢 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 但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正义具有理性价值 同时也具有道德价值 是正确且应该做的事情 正义不仅是法律领域的重要概念 也是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哲学领域重要的概念 甚至是核心概念 东西方哲学对公平正义有很多经典的论述 在我古代 应该是荀子最早提出了正义的概念 在荀子中 荀子说 不学问无正义 正义而为为之事 正义而为为之行 为了利益去做事叫事业 为了正义去做事叫做德行 荀子提出正义 其中核心是义 在我古代 义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义有道义 有正义的意思 也有公平公正正确的意思 是在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德行 义是一种德行 那什么是义呢 孟子说 人 人之安宅也 义 人之正乳也 做正义的事情 就是走正乳 那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孟子看来 义是源自人天然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直觉 这就是孟子的四段说 孟子说 恻隐之心 人之端也 修恶之心 义之端也 慈让之心 理之端也 是非之心 自知端也 修恶之心 是义这种德行的发端 什么是修恶之心呢 就是我们做了不义的事情 做了错的事情 我们本能的会感到羞愧 你观察小朋友知道了 当小朋友意识到自己犯错了 他会表现出羞愧 这就是修恶之心 义之端也 修恶之心 就是义这种道德品质的来源 而成年人恰恰非常擅长用理性 来合理化自己不义的事情 来掩盖自己的羞耻感 孟子认为 对正义的感知是人天然的道德直觉 他和人有侧隐之心 有同理心是一样的 人人都有修恶之心 做了不仁不义的事情 都会本能的感到羞愧 总之 在我国古代 正义的核心是义 而义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比如道义 公平 正义 公正 正确 等等内涵 而义是源自人的天然的道德直觉 但是在寻子和孟子的正义观里面 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那就是 每个人都有善良和仁爱之情 在西方 在古希腊讨论正义最经典的著作 就是罗向老师经常说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 在柏拉图看来 正义的城邦 就是好的城邦 也是善的城邦 正义在古希腊文的词愿上 是秩序的意思 正义是城邦良善秩序的一种体现 总之 在柏拉图看来 正义 秩序 善 混乱无序的城邦 就是恶的 或者说不好的城邦 在古代 正义和善是具有同一性的 但是在现代 则学家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观 就加入了平等和自由的内涵 同时还去掉了 人人都具有人爱和善良的本能 这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他从纯粹理性的角度 来论述了正义的可能性 和正义的原则 在正义论这本书里面 罗尔斯采用了著名的 无知之目的思想实验 来论证了 他所提出的正义观的 他认为无知之目 加上相互冷淡的假设 要胜过仁爱加知识的假设 正如孟子认为 人都有善良仁爱的本性 所以能够发端出 仁义理智这四种道德品质 但是罗尔斯去掉了这个假设 他认为无知之目的假设 更加的简洁 因为无知之目 是一种弱条件的假设 而仁爱和善良的本身 其实就已经假设了 道德是存在的 同时这样的假设条件 其实要求也很高 所以罗尔斯用 无知之目的思想实验 去掉或者弱化了 这种强假设 这其实也是 东西方伦理道德观的 一个典型的区别 西方比较强调理性的道德观 而我们比较强调 基于情感的道德观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 罗尔斯提出了 关于正义的两个关键原则 第一条是平等的自由原则 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 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 第二条原则 包括差别原则 与机会平等原则 差别原则要求 在进行分配的时候 如果不得不产生 某种不平等的话 那么这种不平等 应该有利于 境遇最差的人们的 最大利益 这就是说 利益分配应该 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倾斜一些 机会平等原则 要求机会平等的原则 应用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使具有同等能力 技术和动机的人们 都享有平等的 获取职位的机会 这就是机会平等 罗尔斯的 五十多万字的正义论 其实主要就为了 这两条原则展开 可见正义 并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概念 当然罗尔斯的正义 更多是从政治哲学 和伦理道德哲学上讲的 这和法律所追求的正义 是有很多区别的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道德上追求正义的积极价值 而法律避免不义的消极后果 但是人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是有最朴素的情感期待的 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 我们回头来看 什么是正义 正义就是做正确的事情 做对的事情 但是要在理性上讨论 什么是正确 什么是对 其实并不容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 其实已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 不过这个问题 小孩子比我们成年人可能更清醒 我们常说 只有小孩才分对错 成年人只讲利弊 或许是因为成年人更加理性 但是却丢掉了最宝贵的道德直觉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这些 更多精彩的话题讨论和哲学思辨 可以加入我们的认知进化营 我们下期内容见